国内但您关心受到疫情影响 不能出国旅游了 好多人敢在国内爬山 骑单车见走 但是这些运动对膝盖的负担 其实比较大一些 容易造成膝盖的软骨磨损 而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资料 每6.5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饱受膝关节疼痛之苦 因此台中荣总医疗团队 以一次性手术自体软骨修复技术 利用微创技术植入再生软骨来修复 不仅伤口比较小 手术只需要40分钟 而且三个月之后就能够改善症状 热爱打篮球的张先生 7年前因为意外造成膝盖受伤 药物治疗多年 但他接受了一次性的 手术自体软骨修复技术后 膝盖痛的问题才彻底获得改善 关节就比较活动比较没有那么自然 它就会卡卡的 手术完了以后 正常日常活动 一些运动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一次性手术自体软骨修复技术 是截取病患少量约0.1公克的自体软骨 经切碎酵素特殊处理之后 以微创手术植入关节软骨的损伤处 修复缺损的软骨 再生软骨组织 不仅伤口小 手术约40分钟就可以完成 非压力地区的细胞把它打碎 浓缩 然后再植入原来的地区 所以一次就做完了 所以比以前更方便 根据卫福部统计 每6.5个人中就有一人饱受膝关节疼痛之苦 而目前最常见的玻尿酸注射治疗 只能短期减缓疼痛 而且必须重复施打 治标不治本 细胞疗法则是在体外培养细胞 患者必须要动两次手术 致患人工关节有使用期限约10到15年 一次性手术自体软骨修复技术 一年后的再生率达97.7% 数后6周就能减缓疼痛 三个月就能改善症状 是饱受膝盖疼痛之苦的患者 另外一项新选择 借降王胜炫台中报道